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是一个参考词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接触五分钟就不会得到感染 还要看当时的情境 比如说你是两个朋友互相拥抱 或者是其中一个朋友 他是手上有张有鼻涕 要跟你握手 所以我们对密切接触的定义 主要是在讲说 他飞沫传染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说 飞沫传染之外 这些呼吸道感染也会有接触传染的可能性 好 可以听到医师表示 这些距离以及时间 其实都是参考值 重点是对方如果真的是感染者的话 你跟他的距离很近 或者是说你跟他的交谈时间越久 当然这些风险就会越高 不过现在很多的病情 其实很多人如果感染了 都是没有症状的情况 到底要怎么分辨 最好的方式还是戴口罩防疫 而且请洗手 做好基本的防疫工作才是上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